我想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也让我们领教到 这个人工智慧在心律不整 特别电召树上面的应用的威力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位演讲者 来头也不小 那是来自于三军总医院 国防医学院跟三军总医院的专家 他是国防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那三军总医院的人工智慧物联网中心的基础长 还是国防医学院医学科技教育中心的负主人 我对这种人是特别的佩服 那今天讲的也是我们这方面的相关的 他题目是即时心电图人工智慧判断平台的建构 我想对临床上应当很有冲击性 林大家请 谢谢那个座长的介绍 那我今天要报告的主题 主要是即时心电图人工智慧判断平台建构 那我想分享我们的经验 然后导入临床的这个成果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AI落地的一个实用的分享 那我们先做我们时代背景的介绍 那我们时代背景 现在工业4.0 这个非常的盛行 那把这个AI导入这个各个应用场域 是非常重要的事 那我们在三军总医院部分 我们的规划是希望智慧医疗 希望我们的医院机构 可以成为一个智慧城市的这个概念 然后把每一个部分的资讯都收纳到中央来 然后进行一些运算 然后把结果回馈出去 那并且在深度学习的进展上 现在已经进入到 已经可以在我们的center 可以达到这个运算的这个能力 以及这个准确度 已经可以达到人类的水准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构想在这个时代 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那我们做了一些战略规划 在战略规划的部分 我们在106年成立会议专案 我们的目标把全国军 全国军全台湾所有的医院的资讯 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三重院来 那并且我们把 本来以检验为核心的这个系统 也就是假如说一个CT影像 然后他可能收集了不同的病人 然后把它转换成 以病人为核心的一个整合系统 一个病人有非常多种的影像 他有一些优点跟缺点 优点当然就是整合度高 符合使用者习惯 当然缺点就是 其实整合是不一的 所以我们重构了这整个架构 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我们有办法做更好的研究 更好的应用 那我们也在108年的时候 成立这个AIoT中心 然后购入这个运算资源 以及这个相关的基础建设 然后做一个整合 那在105年开始 我们一路就是智慧化医疗进展 从这个病例开始 然后到这个会议专案启动 HIS再造 然后之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AI中心 然后还有AI lab的建制 然后我们打造一个友善性的环境 然后想要建构这个 即时的这个新电图 人工智慧判读平台 好我们的智能实力 我就以这个新电图 人工智慧判读平台为例 那我们在这个深度学习 于新电图的诊断上 在心肌梗塞的这个方面 已经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成果 那我们也已经发表文章 然后并且有这样很好的模型 我们在这篇研究里面 我们回溯性 在回溯2020年以前的资料 我们发现我们的模型效能 已经超过心脏内科组织医师 以及菲利普的系统 所以说我们就很有信心 可以拿来做这个 进一步的这个前瞻性验证 在前瞻性验证的时候 我们执行了这个简讯通知 简讯通知这个心内的医师 在AI在心电图做完之后 我们的AI会在背景 及时的进行判读 那判读的成果 我们会直接发简讯给这个医师 然后提醒他注意高危险的个案 那我们在前瞻性研究 在2020年以后的前瞻性研究 我们收集了2万多人样本 发现他在STEMI跟NONSTEMI 尤其在胸痛病人上的 这个Precision跟Record 他都可以超过0.9以上 那在NONSTEMI的部分 在胸痛的病人 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 那我们现在新的这个创新 临床流程 主要是在以往的状况下 这个病人进入急诊室之后 那他首先做完心电图之后 首先要先有第一线的医师做确认 然后再通知第二线的这个 心脏内科医师在做治疗 那现在这个AI在心电图一做完之后 他直接就可以进行real-time的判读 并且把结果发送给这个心脏内科医师 跟急诊医师 这样做好处是不但可以减少 这个第一线医师的MIS-Diagnosis 也可以增快他的时间 那我们的整个流程 就是病人进来之后 他只要做完任何一笔心电图 或者是Tropoline-I的Tester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 每一次就可以进行real-time的运算 一个病人假设做五次相关的检验 他就会被做五次 然后取最大值 那有了这样的实力的话 我们在澎湖分院 也可以让这个 即使在半夜时间 一个病人进来 发生心肌梗塞 我们一样可以在90分钟以内的时间 然后召集完听 并且帮他做完治疗 那这是在以前非常困难做到的事情 那除了这个医院体系内以外 我们也做这个 盗院前心电图的这一个 就是扩展 那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这个台北市消防局 以及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 盗院前心电 救护车上的心电图 都可以直接串接到 我们的这个医院系统里面 那现在三星总院 人工智慧平台 在判读急性心肌梗塞上 除了在院内系统应用之外 也在院外系统做了很好运用 那EMS只要在这个现场做了心电图 我们AI就可以收到 那如果发现有异常 不但可以传送给这个心脏内科的组织医师 也可以传送给这个消防局 让他们知道 那这样我们一个做到实力分享 就是这个新北市的院外救护车 我们曾经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 就有找到一个病患 然后胸痛 然后在救护车上给他做心电图 那我们马上就发现 他是一个stamia病患 在病人的救护车到急诊室之前 我们的治疗团队就已经到了 急诊门口等他了 那他就可以很迅速的 跳过所有流程 直接做到这个心脑管的治疗 那我想这样的例子是 对这个医疗品质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在过去我们在AI流程导入前 我们D2B时间主要是70分钟 总共是70分钟 平均起来是70分钟 在AI流程导入之后 主要是transitmium的时间减少 以及准备这个prepare的时间减少 我们的时间减少了9分钟 现在大概只剩下61分钟 那我们的未来展望 除了心肌梗塞也外 我们还希望将我们人工智慧 心电图判读平台应用到 就是这个疾病的前期 或者是紧急的救治 术后监测 以及这个wearable device上面 那我们也跟医院的系统商进行合作 我们希望透过跟医院 像商制器的系统商 进行跨医院机构系统的资讯整合 让我们的AI模型 可以服务更多的这个医院 我们两个心电图机的厂商进行合作 我们希望将我们的这个AI技术 然后与这个固定特定的这个心电图厂商进行合作 有点像菲利普他自动会产生心电图报告 这样子的成果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未来应用可以更更广 那另外我们也想跟穿戴式装置进行即时监测 我们跟广达电脑做了一个 就是心电图穿戴式装置的即时侦测的这个合作 那病人只要在这个 病人只要在使用这个穿戴式装置的时候 后台就会无时不刻去监督 他的这个心电图的状况 如果发生有异常的时候 就会在仪标板上面呈现一个警讯的状况 好那我再来做一个结语 那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资讯系统的整合 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医院智能化的一个前提 也是做AI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材料 那目前在深度学习演算法的优势 在非结构化的资料处理 那我们我们觉得这是目前的趋势 那未来研究应该往这方上做 那智能化的专案管理团队是必要的 因为他必须整合非常多的part 才有办法到临床而落地应用 然后需要资讯团队介入 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那三星总医院目前已经有这个 心电图人工智慧判读平台 我们希望未来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分享 更多我们其他的平台 好那我们也因为这样的机会 我们在2020年获得智慧医疗 智慧医院的这个全机构标章 那我们很谢谢这个军事局的支持 还有这个国防疫学院三星总院的支持 那以及这个医师团队然后的努力 那我们才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成果 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就是未来 我们可以从资讯化走到智能化 在整个医院成为一个智慧医疗整合实体 谢谢林技术长非常精彩的演讲 大家非常记忆非常深刻